再來看到是這個二三號 有一名少年疑似因為朋友債務糾紛 他遭人盧走逼遷本票 早上的少年的母親要求現金36萬修研 母親即刻救援 最後在途中遇上了警方巡邏建綱 他要上前求助 好幾位的員警支援 載著這位母親到約好的地方 先假裝的配合對方 見時機承受呼叫警力 警方當場把主嫌等八言 一舉逮獲 一名穿著紅色外套的女子 匆匆忙忙快步走向 正在西門町KTV外面站崗的員警 話講沒多久 五六名員警紛紛圍上前 過一會帶著女子坐上警車 會這麼緊張 原來他的兒子遭人盧走 救援途中遇見警方巡邏 趕緊求助 媽媽著急的大喊 沒想到自己16歲的兒子 因為知道朋友缺錢 介紹他到零姓男子公司上班 才上班沒多久 男子就指控少年的朋友偷走20萬 要他負責 零姓男子為了討錢 便在23號下午1點 招來三名男子 將少年強壓上計程車 從新北市五谷的工商路 路到約12公里外的台北市萬華 長順街水門 再跟其他四名共犯會合 搶逼少年簽本票 並叫少年的母親 拿現金36萬來贖人 八名嫌犯全都靠上手銬 狼狽遭逮 還好精靈的媽媽即刻救援 遇見巡邏員警求助 一開始先假裝配合要贖人 現時機成熟 護照警力支援 警方當場將八人一舉逮貨 不過少年獲救後 相關案情人不願交代清楚 警方最後除了降臨姓主賢等八人 依妨害自由恐嚇取材等罪嫌送辦 也將深入釐清案情 記者綜合報導